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首领装备盘点 你觉得谁的装备最强呢? 暗区突围装备盘点 你知道暗区里的枪到底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吗? 暗区究竟有多少家工业? 暗区突围工业盘点 首先是农场的阿甲克斯 其使用的武器是 Idanic充分枪 也叫野牛 由AK设计者的儿子 而SVD设计者的儿子 共同设计 暗区可靠性和耐用性都不高 因此没有部队和执法机构采用 目前仍在民用市场上挣扎 但是在暗区中 该枪的表现不错 处于普通封锁区的厂客 综合评分可以达到60分 要塞首领的雷诺伊尔 其装备就要比阿甲克斯好多 他使用的武器是MK14射手步枪 原型为美国海军MK14增强型战的步枪 由麦格洛克步枪枪管公司生产 目前被摩洛哥、波兰、美国军队 及其特种部队所采用 处于美式武器 应该是雷诺伊尔从要塞的地下研究室缴获的武器 这把枪在暗区中是T0级别的存在 目前版本的最强火力之一 综合作战能力版 其头盔为SA式马斯卡二型头盔 很明显雷诺伊尔佩戴该头盔 搭配了SA式马斯卡面罩 除了自闭头或电焊筒 由俄罗斯研发的特种作战头盔 该系列头盔的特点是 会完全隐藏佩戴者的面部 不过在暗区中并不受玩家欢迎 主要是其受不到声纹 玩家为此纷纷调侃 你笑他呆头呆脑 他笑你面斗剑 当古首领的多斯 使用的是AKS-74U突击步枪 在1979年被苏军采印的突击步枪 走次露面是在1974年11月7日 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上 在苏军撤出阿富汗以前 经常可以看到在 喀布尔的士兵监挂这种武器 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本拉登的贴身护卫武器 我这把枪弹取离只是勉强够用 最多只能普通途渐渐拉击 不过该武器也是限 但在多斯与白狼合作的证明 军港首领德尔文潘 使用的武器杰AEK突击步枪 由前苏联俄罗斯设计并制造 在阿富汗战争中 苏军基层士兵反应该枪的精度 不能令人满意 但这没有关系 在暗区中 该枪十分受欢迎 人气很高 综合变现也不错 北部山区的弗雷德 使用的SVD-S射律武枪 是苏联1963年 研制列装的一型狙击步枪 扶苏联俄罗斯外 埃及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军队 也采用和生产SVD狙击步枪 是试验第一支为其用途 而专门制造精确实手步枪 上过越南战场 两仪战争 伊拉克战争 该枪在暗区突围中 有不错的战斗力 与黑卡地手中的MCX狙击步枪 处在同一等级 虽然不是顶级武器 但胜在性仰比高 目前看枪支装备 最强战力还得是 前线要塞的雷诺伊尔 首先是格勒工业集团 这是特维拉本土大型部位提判 生产中高端的军用产品 同时特维拉的军用制式装备 以及格勒工业负责生产 白狼连类的作战服务 就是他们生产的 罗马尔谷暗区的玩家 几乎都用他们的枪械 如SVD-S射手步枪 被SS射手步枪 AK-74N突击步枪的 所有SX开头的头盔 都是他们家生产的 几乎战案区武器的半壁江山 查普曼户外装备公司 另一家使用户外装备的国际公司 等部位于科伦 为了扩大公司业务 赶着与军方合作 共同设计了一批军用品质业外装备 黑鹰作战服 以及黑金指挥作战服 都是他们生产 另外特检小队的作战服 也在他们家生产 正面硬撑的乔与加利森的 克遣训练营 与黑金承载合作的关系 欧特斯制造产 AKM突击步枪 S12K散人枪 等小物件装备 都是他们生产 留意中购买他们的装备 又要找到白狼联系人弗拉哲伦购买 看位置应该位于欧特斯上班附订 国际装备供应集团 7家巨型跨国工业集团 总部位于科伦 苏梅克知识服务 就由他们生产的 另外MCE出一步枪 也属于他们公司的 第一线风工业 日日科伦大型服装制造厂 早年与科伦陆军空军深度合作 波索的关系沪阿 未来与航天舱制造公司竞加失败 可是去了空军地南 暗区的米彩旋楼帽就是他们生产的 航天舱制造公司 这是科伦行星的服装制造厂 目前为科伦知名度最高的 军用服装制造商之一 而伸展军用特隆领域的格式战斗服 潜行的战斗服就是他们家生产